她曾经讲过考入港大的时候 原本想读社工 最后选了社会学 毕业校获取陆维政务主任 她结婚的时候是西贡助理政务专员 曾经形容自己是西贡外嫁女 中英过渡期谈判期间 她曾经担任助理保安师 处理回归后港人国籍问题 可以见到成果效益是高了很多 在库务局做了七年之后 林郑月娥升任社署处长 她形容是最有满足感的崗位 因为可以直接帮到有需要的市民 但是她在任内落实缩减重援金额 和整不过撥款制度 也遇上不少反对声音 2004年她主动申请 调任着伦敦经济贸易法事处处长 想多些时间陪在英国的儿子 2006年调回香港 去到2007年获真任权 邀请出任发展局局长 成为主要官员 在签策皇后码头一役 变立了豪达德的形象 这个公开论坛 是要政府或者我本人 承诺不签不策皇后码头 才能够进行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又强硬打击新界村屋闪建 梁振英出任特首 林郑月娥获任命为政务司司长 成为特区政府第二号人物 其中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推行政改 期间出现为期79天的占领行动 她和学生代表对话 但未能够化解僵局 我宣布议案被否决 政改方案最终亦都被否决 另外她领导扶贫委员会订出贫穷线 退出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等计划 同时牵头推行退步咨询 她也都贊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主席 同北京达成协议 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 无线电视机写一例为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